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就在刚刚十几分钟之前呢,这个CNN是爆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非常drama的事情 我现在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CNN的一个主播,还有他的整个团队在这个明尼苏达,明尼阿普里斯警察局这个前面还有一些这个示威现场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现场直播,Live Television在现场直播的时候 他在报道的过程中呢,就被这个明尼阿普里斯市的警察局这些警察们的直接当场把他给逮捕了 所以这个呢,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观众的一些反应 因为这个完全是没有想到的,而且当时貌似从这个画面来看呢 这个CNN的这个黑人主持人呢,看似是没有违反任何这个规定的 这个呢,就是CNN被逮捕的这个主持人,他叫Alma Jimenez,也是一位这个黑人呢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呢,就有一段这个视频 而且这个新闻同时也想到除了这个主持人之外 还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同事,包括一个这个producer,就是一个这个制片人 还有一个这个camera operator,应该是这个摄像师 全都被这个手铐靠了起来,而且被这个警察带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貌似是现在这个现场已经到了一个风声鹤唳的这种程度 即使是CNN这样的大媒体的这个正牌的团队啊 包括这个主持人在现场进行主持的时候,也是使得这些警察的情绪非常紧张 同时呢,CNN也说,当这些CNN的这个记者团队被靠上手铐的时候呢 貌似呢,这些警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摄像机仍然是开着的 所以也是就是整个录下了这个团队CNN的记者被这个逮捕 戴上手铐带走的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是刚刚十几分钟之前发生的 我们现在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网速呢,可能是有一些慢 不过呢,我们可以来刷新一下 好的,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也进行了这个刷新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视频 是如何把这个比较drama的这个镜头给捕捉下来的 现在呢,已经是过去了两天了 就是这个黑人被杀 好的,现在这个视频其实是已经开始播了 但是貌似是因为 好的 大家可以看这些警察 全都是在往前跑 都是在往前跑 就是非常快的行动 大家看这边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示威者被逮捕了一个女性 好的,警察把这个记者也围起来了 好的,大家可以看这些警察呢 明显是防暴警察 而且装备也是非常的 这个齐全 都是戴着这个头盔 而且都有这个防护罩 所以当这些警察向这个CNN记者喊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现场听见的 其实声音是非常小的 然后这个记者呢 一看这些警察冲他走过来之后呢 也是马上就说说 I got you 就是我明白,我明白 大家可以看这些警察不但带着这个防 就是这个防部面部的这个面罩的 而且还都带着这个呼吸的 相当于一个呼吸的这种设备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 就是当时现场有太多的这个烟雾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呼吸系统 所以当这个警察说话的时候 我们完全听不到警察说的是什么 这个记者也说 说我们会移到任何你想让我们移到的地方 而且他提醒这个警察说 我们现在是on live 就是是一个面向全国的一个现场直播 我们看接下来是怎么回事 我们四个人 一个团队 说你只要告诉我们 只要你让我们走 我们就走 我们不会就是 拦在你们这个路上 不会阻碍你们 你想让我们叫我们就去哪 记者说的还是比较配合的 但是这个警察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回馈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警察已经开始拽他的胳膊 并且呢是准备对他进行这个逮捕了 而且是开始拿手铐 说这个是state patrol 应该是这个州的这个巡逻队 也不太清楚 这个跟这个police station police department 还有这个fire department 都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貌似已经不是这个警察局的人了 而是直接是州派过来的这个巡逻队 而这些巡逻队的人来了之后呢 也是到了一个这个示威的现场 周围是一个布满浓烟的被烧的一个这个房屋 I'm sorry 好的 Do you want to tell me why I'm under arrest sir? Oh under arrest Why am I under arrest sir? 被捕了 然后这个记者还在问这个state patrol的人说说 我为什么被捕了 好的 现在已经是反应 手背上已经是戴上手套直接带走 好的 现在这个就是在CNN总部的这个主持人 并不在现场主持人 也是看到这个前方在现场的记者被逮捕之后呢 也是非常惊讶 所以现在是总部的主持人正在直接报道了 好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个记者呢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刚才有一个细节 他反过来就是背对着这个 然后把自己的背面 手铐这个部分呢 停了一下 就是故意让这个摄影师捕捉了一下 然后才往前走 也是让全美的电视观众看到了这一幕 好的 被带走了 所以这个CNN在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说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呢 还是非常这个充满敬意地问这个警察 说他愿意离开现场 非常配合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仍然是被带上这个手铐 而且被拘捕了 你们可以看到 又有人走过来 这是周的警察 好的 这是现场的CNN的工作人员在这个质问警察 而且在质问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摄像头呢 是不敢再正对着警察了 我们看警察有没有回应 好的 这个CNN的人也被这个 呃 逮捕了 这是第二个人 我们的CNN的制片人 我们的CNN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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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直播中 在红队上 在线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 任何的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好的 这个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也被这个带走了 CNN的这个工作人员 也被戴上了这个手铐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强迫第四个摄影师 把他的这个摄像机也放到了地上了 Brown他在拿着录了 好的 第三个人被反手戴上了 这个手铐 好的 确定了这个摄像机的这个人员呢 也是被戴上手铐 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摄像机放到了地上 这个总部这个女主持人也说 说他们明显的是站在了警察 让他们站在地方 并没有阻碍这个警察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仍然被逮捕 大家看见这个警察呢 确实是装备非常强啊 这个 这个 手腕 或者说这个 这叫关节这块 带着这个护具 而且他的这个 腿上呢 膝盖上 还有这个小腿上 也全都带着这个很硬的护具 明显的是 为了这个镇压示威群众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事情 好的 好的 这个 CN的主播也说到说 我们这个camera还是开着的 摄像机还是开着的 他说我不知道 到底是警察拿着我们的摄像机 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但是他到最后是核实是警察 已经是提示他们这个摄像机 但是并没有关闭 说这个警察明显不知道 我们这个摄像机其实还是开着的 所以我还可以看到发生一切 而且他说明显我们这个CNN的这个记者团队呢 没有被给出任何的解释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被逮捕了 如果你们看起来的 我们在看起来 我们在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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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明显 他说明显 这个视频已经完了 最后也说说我们的CNN的这个摄像机呢 仍然是被放在地上 仍然开着而且进行这个录像 所以呢这个也确确实实是十几分钟之前 刚刚发生的一个非常非常drama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们看这个我刚刚点开了一个最新的这个update CNN的主页上给出了 CNN cause a rights of team A violation of first amendment rights 就是CN呢说他们这个团队被逮捕 是对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权利的一个违反 我们知道美国first amendment第一修正案的 其实就是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 而这个权利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CNN呢现在也是及时发了一个推特 说对这个警察这种滥用职权 而且是违反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这种行为呢 进行谴责 这个呢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这个drama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这个民苏达州的这个州长是否会命令这个州警察 把这几个CNN的这个工作人员释放呢 CNN是要求immediately直接就是立刻释放 那么接下来这几个记者的命运如何 我会给大家进一步关注 好的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